还是说因为航空公司在天津 所以抱你天津 是天津女孩 在哪个航空公司 东方航空 女朋友 是 怎么认识她 之前有一段时间 兼职的时候认识的 在一个公司 你在东航兼职是吧 不是东航 就是她兼职的时候 我们认识的 对 因为我们当时 是属于一个代废期 也就是属于实习期 实习期的时候 可以去外边去兼职 去干一些其他的活动 谈了多久 谈了一年了 咋的呀 也是有很多矛盾 平常 现在就是她已经 不在那个公司上班嘛 就是已经不飞了 然后现在我们俩在一块上班 就平常回家了 衣服 可能是之前养成的习惯 就上班累 回家了就到处乱扔 像袜子 平常枕头下边 沙发 都能找着两双 然后衣服 然后一般是门口也扔 沙发上也扔 然后她买的衣服也特别多 特别的乱 每次我都是跟在后边收拾 她还会因为衣服 我给她收拾起来了 找到了 然后发脾气 就是很多毛子 就比较邋遢呗 我可没有特别邋遢 我就是把衣服 我寻思着第二天上班的时候 可以方便找 我就放在椅子上了 但袜子一边一根 我也就是 我回家累的时候 我就把袜子一脱 放在床下 那不挺正常的一件事吗 那你也不能一天穿 十件衣服吧 那我也不是一天穿 十件衣服 我就就是把他们 想都拿出来之后方便找 方便 那要柜子是干什么的呀 那柜子里的衣服太多了 有的时候我就找不见呗 那不会少买几件衣服吗 那为什么要少买几件衣服呀 女孩 现在都是漂亮的时候 那平常衣服啊 沙发上也有 然后家里养那个猫 没事猫还得叼 叼走两件 那就是猫叼的 猫把我袜子叼到沙发底下了 你也不能说我把袜子 直接扔到沙发底下呀 好好 这个没问题 个人习惯 问一下谁做家务 他做 这就不合适了 你要做家务 你给他扔的天花板都行 要人家做家务 稍微尊重一下嘛 对不对 可是我的工作太忙了 你不也不飞了吗 但是我也有其他的职业呀 对对对 你是闲人 所以你干活 倒也行 那你也尊重一下吧 是尊重一下 但是家里的猫吧 就是一直在乱叼 而且有的时候 他打扫房间的时候 我也会辅助他的 明白了 这个锅丢给了猫咪 这是猫咪的事 跟你没关系对吧 对 跟我没关系 好 行 再往下说 还有什么 就是说到猫 我就更来气了 直接奔猫去了是吧 我家养那个猫 就是平常就是一回家了 然后就发现 他把椅子也给挠坏了 沙发也给挠坏了 是什么猫啊 然后最可气的是 我有一次坏肚子 然后我去晾那水 出来席子喝呢 回来的那猫给喝了 猫平常有时候 还偷门去马桶里喝水 然后用我的杯子喝水 然后我就打他吧 他还打我 猫打你 不是 我打猫 他打我 猫是我的 就相当于在咱家 起到了一个儿子的角色 他就是我的儿子 而且我特别疼爱猫牛 不是不知道 他本来一个猫咪的天性 就是不爱喝水 那他要是去你的水杯里喝水 你应该鼓励他 多喝点才是 那用我水杯 他平常上厕所什么呢 多脏啊 他很干净的 而且那个猫晚上也挺烦人 我不让他上床睡觉 他也不行 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说白天 我有时候起得早出门 晚上到两三点钟 猫就开始上你身上蹦 现在还是小呢 然后等十多斤以后 十斤那肉啊 晚上在你蹦 又蹦脸又蹦身上 真是受不了 那本来就是猫咪现在还小 它还淘气 它还属于一个可爱的阶段 那如果说你不让它蹦蹦跳跳了 它就失去了它猫咪的本性 那也不能蹦我呀 它就必须要蹦你 它就不想蹦我 那蹦的那我衣服 我平常那个上班 有时候穿那个黑衣服 都是猫毛啊 那猫掉毛你不知道吗 那你不会不让它上床吗 这个我挺同情你的 这个乱就算了 对吧 您还弄一猫儿子来祸祸我 对 所以有什么委屈 你就直接说别怕 接着说 还有就是打麻将 谁打麻将 他打麻将 他不是工作很忙吗 家都没时间收拾 哪有时间打麻将 他其实有时间 他去打麻将 他不会去收拾 一般打麻将打多久啊 有时候一打打一晚上 跟谁打 就是朋友啊 然后还有我的朋友什么的 他们都是自己创业那种的 平常晚上没什么事 他们就去打麻将了 你打吗 我玩的少 那你是干嘛呢 我平常也是说 就是自己做点少生意 你负责收拾家和在家里照顾 猫儿子 对 打通宵啊 不怕老啊 现在还年轻嘛 经常打吗 一个礼拜打五天 算不算经常 一礼拜打五天 就基本 您是开的麻将馆创业吧 不是 其实我很想开麻将馆创业的 但是他不让 你喜欢打麻将 喜欢 这是我的业余爱好 哎呀 这这是职业的 哎呀 您找的是一职业牌手啊 不是一空城啊 这这得改啊 这资料 有 不是 他就说的 你受得了啊 他说的好听 一周打五天 那什么时候睡觉呢 就有的时候就不睡了 而且我白天上班的时候 有午休的时间睡一会儿 白天是十点上班 我打通宵可能就是 两三点三四点就回来了 在那个时间可以睡觉 哎呀 那回来了更让人生气 我睡觉不是打呼噜吗 有时候他回来了 打完麻将 我都睡呼呼的呢 说想要打呼噜 说他睡不着 巴一巴人给我打醒了 你等会我睡着了 你才睡 那你睡着了打呼噜 就根本就睡不着觉了 而且你打的呼噜 真天动地 我又得管猫 又得管他 他俩睡了 我才能睡 你们家排序 我已经基本排出来了 女朋友排第一 对吧 猫排第二 麻将排第三 你排第四 我一会儿再听听看 你能不能排到第四 这是一种什么生活方式呢 就天天打麻将 一打打一宿的 这受得了啊 我说他 白天见不着人 晚上伺候麻将去了 您在家里面 就收拾衣服和猫 您受得了啊 不光这两个呢 还有呢 那回来家 有时候他下班了 不是下班 直接就去打麻将了 他得约一会儿啊 我给他做饭 我问他想吃什么呀 那男的现在 很少有做饭的 然后我在网上学啊 可不是男的 很少有做饭的 人家男的 几乎都做饭 这话你不好反驳 因为他定语 是男的都做饭 你要说你不做饭 你就不是男的 你知道吗 你看你做饭是吧 对 做饭问他想吃什么 说啊 吃什么都行 随便 这个随便就可难了 是 然后晚上回家做 像有一次 我做了一个汤 做了一个鸡翅 还做了一个炒土豆 然后回来 我觉得挺好的呀 我还挺乐视的 我说吃啊 你这个鞋了 那个大了 得不吃了 回回都是这样 平常我在那做完 他说我不想吃 点份外卖了 我说那你点外卖得了 以后别让我做 我就想吃 你做的饭 我想吃一口热乎的饭嘛 但是你做饭就不好吃 要不就是咸了 要不就是淡了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下言 所以我就只能 就自己点点外卖吃了 点外卖吃完还坏肚子 那外边的饭菜就是不干净啊 所以你要努力学习做饭呢 那为啥不是你努力学习做饭呢 因为我不会做饭 学呀 我害怕那个火 不是 他不是 他不是害怕呀 他给猫做饭 做鸡胸肉 那猫比我吃的都好 给猫做鸡胸肉 鸡蛋清都挑出去 鸡胸肉切一块 一个丁一个丁的 那不是用电的吗 然后之前是八块钱一斤的猫粮 现在又换五十块钱一斤的 人家猫咪正在发腮的时候 所以要给它吃点好的呀 而且给猫咪做饭 你就给它蒸点鸡胸肉 弄点鸡蛋就可以了 你给人做饭又得这个料 那你天天说跟猫好 为什么你不给它换水啊 你不给它铲那个屎盆啊 你也知道 我一天根本就没有多长时间在家里啊 那打马匠不是时间 晚上回家吃饭不是时间 你早上十点多上班 你就要没时间 可是我早上起不来呀 起不来也是理由啊 哎呀 为啥呢 哪来的自信呢 就不怕它跑了吗 不怕 这要是换个人早跑了 你一个没出息的 你知道换个人早跑 你怎么不做那个人呢 它没出息了你 这听不下去了已经到了 然后再就是猫的那些 屎盆它也不缠 然后猫水猫粮也不给换 然后天天就说喜欢猫 晚上睡觉了 然后那猫还得躺它胳膊睡 它就特别烦 是好像你们家的猫是比你地位高很多呀 对 它除了这些你觉得算是问题之外 还有别的问题吗 还有就是买衣服 过分特别过分 我俩就逛街 女生不都愿意穿那个小的衬衫吗 然后你正常买个两三件 我觉得就正常了 像我买衣服平常 可能出门就买个一套左右 买双鞋买套衣服 就这样 他去买 可能这也好了 看这也便宜 这个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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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包上了 一买买一包 一买买一包 回家了可能拆香底了 猫给蓄窝了 贵的也不让多买点 便宜的也不让多买点 那你到底让干嘛 那买买个包 一个月剩多少钱呢 有时候买个包 两万开外了 他的开销主要是衣服包 对 还有别的吗 外卖 还有呢 化妆品 对再没有什么了 你没觉得你这人命特好吗 就找了那么好一男朋友 但是他也斤斤计较呀 就比如说收拾家务的时候 就不愿意 就不开心 扫着扫着地就在那说 这么多家务都是我自己干 都是我自己干 你自己也不干什么的 要你有啥用啊 他也会斤斤计较呀 那他一说这话 我也会不愿意听啊 不是 他干了活计较一下还不行啊 不行 我不喜欢他说这种话 哦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啥呢 还有就是睡觉打呼噜的事 就真的是特别大 我睡熟了就能够打醒了 我说这是病啊 咱们得治啊 如果治不了的情况下 咱们就等一等 等我 等我睡着了你再睡 或者是咱俩 你出去睡一下 都是行 这是病得治 你带他看大夫了吗 没带他看 那为什么不带人去看呢 赶别回去带你看看吧 我家猫也打呼噜 他咋不说呀 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 你还跟猫比 你怎么老自降身段呢 你哎呀 我真是受不了你了 就被他虐得特别开心是吧 不是虐得特别开心 问点其他的 这个你们彼此都比较放心吧 放心啊 没有那种彼此查手机啊 这种不良习惯吧 有 不说我都忘了 查手机 谁查谁 他查我 有时候我睡觉呢 然后抬头一看 手机在他手里可能看呢 男的也看 女的也看 他不关心你吗 关心你的私生活吗 最恐怖的一次是 我有一次去 去给别人送东西 然后他说你在哪了 我说我出去一趟 有点事 然后他说 啊那我怎么看 你在麻将馆了 然后他给我把那个 把我手机定位发过来了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定的 男女朋友之间不都应该 就是你了解我的行踪 我了解你的行踪吗 他说怕我丢了 也怕我手机丢了 怕手机也丢了 哎呀 我这不知道怎么形容了 就是你 你你你 就是 这个大概就是一个父亲 对女儿的爱 我想了半天就是 因为只有父亲 能如此包容自己的女儿 对吧 而且行为方式上 确实也是这样的 爸爸在家这个打扫卫生 爸爸在家给闺女儿做饭 爸爸把闺女儿的这个宠物猫 伺候得好好的 然后呢 闺女儿到外面去玩 闺女儿玩回来之后呢 老爸睡着了 闺女儿说 老爸你的呼声太大了 你快起来到外面去 我自己睡 然后搂着自己的小猫咪睡 睡完之后 老爸才能睡 这就基本是一个爹的角色 然后老爸我没钱了 来我们去买衣服 钱都是花你的 还是花他的 没准这个 那就是老爸吗 你那么喜欢给人当爹啊 不喜欢 不喜欢 不喜欢我看你也没有抱怨啊 这个是我能想象到 形容这个关系最准确的 好像只有爹对女儿才会这样 这恋人之间我觉得不正常啊 我觉得就是说既然在一起了 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 就是该包容就包容 那我觉得应该是包容一点 别什么事都轻轻计较 对对对对 显得我小肚鸡肠 小人嘴脸 你真的不怕他跑啊 不怕 不怕他跑 你查他的手机干嘛呀 关心一下他 别别拿那个当 说辞 我小心眼特别严重 如果就是他跟其他的女孩 说一句话 我就会不开心 就是他在马路上和其他的女孩 比如说他看一眼其他女孩 或者是跟别的女孩打个招呼 我就会心里可不是滋味了 我就可难受了 之后我就会和他生气 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对他呢 挺好的呀 不这我就你关心过他吗 关心过 你比如说你什么事情上关心过他 我听你给猫做那个 那个鸡胸脯肉还特别认真 但是你都没给他做过一次饭 对吧 你说你怕火 对吧 你怎么关心他的 让我们听一下 哦对 他肚子疼的时候 我去给他买药 给他弄水 他他他天天肚子疼啊 不是就是偶尔 他也是一个月有那么一次肚子疼 然后你关心他是吗 偶尔偶尔的偶尔的 我的天哪 能忍啊 不不你这是幸福对吧 我说忍真是挑拨利剑 看来啊 我现在对这个爱情的理解出偏差 对吧 你们不要出偏差 听听老师们怎么帮你们吧 好不好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周老师 你好男人 你是一个幸福的女人 因为你有一个好男人 但是就像刚才那个川哥说的 在这段爱情里面 你对他的要求 他给予你的 真正的是一个父亲给的爱 我身为两个女儿的父亲 他在你身上所做的一切都是我给我女儿的 只有我女儿说 爸爸你 呼噜声音太响了 呱一脚踹我 对吧 我先睡 没问题 您睡 爸爸我要什么 没问题 对吧 家里乱 没问题 我来弄 这真是一个父爱 但是我们要记住一个前提 我对我女儿的爱 是没有办法选择的 因为她是我女儿 我没得选 但是男女之间是有的选择 哪一天我觉得累了 乏了 我就可以换 这么好的小伙子 对不对 我们说句实在话 我说的可能比较重一点 离开他 你怎么办 谢谢周老师 来 严老师 男生 别人都说 哎呀 这个男孩真好 像个父亲一般地爱着这个女孩 我真不觉得你能做一辈子 我真的觉得你做不到 你做不到 你回头可以挥挥手说 亲爱的 我累了 拜拜 这姑娘咋整 你不毁人吗 所以你也不要随意地就 把自己的这种对人的照顾 这种父爱般的温暖 就这么一下挥霍出去 也不见得是件好事 你有那功夫干点啥不行啊 其实男儿非要在家里边收拾那个烂袜子吗 你就这么所谓的自由职业 在家当老妈子吗 你也怪不得他看不上你啊 随意虐待你啊 把你踹下床啊 你有立得住的地方吗 你有让他抬眼看你一眼的地方吗 爱情是生活的一部分 工作事业 父母等等 社会责任 所以我也希望男生你也抽身出来一些 放轻松一点 放掉一些事情 去成就一些你除过爱情之外的领域 他就成长了 你也成长了 你们就有可能幸福了 否则我就得说 你赶紧把这姑娘放了 你毁他呢 我要是他们家人赶紧把他拉走 好吗 多去思考一下吧 谢谢阳老师 伯红兄 爱情保卫战来过祥林嫂 今天终于来了一位祥林哥 您刚才诉的苦 我深表同情 男生你是属蛇的吧 不是 属什么啊 虎 但你一天不想虎 你还真想蛇 因为他捏住了你的七寸 你的七寸就是你很爱他 所以他在消费 挥霍 你的爱 女生 刚才作为一个男人 我确实为他鸣不平 你作为空姐工作很累 但是 你在做空乘的时候 可以把机舱都打理得 紧紧有条 打理家庭应该不成问题 这是有人帮你打理 你不想打理 我们说家是一个放松的地方 轻松的地方 但你也不能太轻松 他已经包揽了家里全部的家务 哪怕做饭做得不好吃 起码的尊重应该有吧 起码的感恩应该有吧 哪怕是自己最亲的人 就可以这么指责 然后可以去点外卖 这是他对他最大的侮辱 关键问题 你认为他死心塌地地爱你 他可以冷受你 他为什么今天愿意来爱情保卫战 愿意来诉苦 说明他不满 已经有点不能忍受的痕迹 已经显现了 再接下去他可能就忍无可忍了 再接下去你就鸡飞蛋胆了 今天电视机前很多女孩 看了这一个节目以后 都会爱上这个男人的 你等着吧 谢谢伯红兄 来 尼娜老师 也不一定会爱上这男生 因为这男生展现出来的技能 其实就是一个超级管家 要找的男朋友 不见得是一个超级管家吧 而且做饭也不咋好吃 猫也没有照顾得很好 然后还自己还打葫芦 就也有一堆的毛病嘛 但是在这一段关系里头 我就一直也挺纳闷的 就是您到底是有什么高招 可以把这个男人 迷得这么五迷三道的 为您服务呢 没有 刚刚余老师说 您能够打理好一个机舱 其实一个空乘会的本领 哪只这一些呀 你们哪只是在飞机上端茶倒水呀 所以他不飞了嘛 对呀 您是能紧急情况下救得了人 指挥着乘客逃险 能够管理好老人 管理好小孩 但是您到了家里 怎么会就对待这个男朋友 像是把对所有乘客的怨气 集中发泄给了一个男人呢 我不知道您为啥 有这样的自信 我待在这样的感情里 有安全感 而您把时间都花在了 照顾猫和照顾女人身上 唯独忘记了笨事业 你以为 我也上班 然后也 你再上班 时间花在哪儿是看得出来的 一天就24个小时 你忙着打扫猫毛 和忙着收拾袜子的时候 你就少看了书 少学了技能 你原本可以笨的事业 你原本可以得到的人生 就被猫和你的这一个女朋友 给耗费了 我觉得你离被她赶出去的日子 也不远了 你会被飞掉的 谢谢敏娜老师 我还是那句话就是 一个人呐 不要过度地去消耗 不要过度地消耗任何资源 就是她其实现在已经开始堕落 我觉得她是堕落的时候 我没有看到阳光 我没有看到希望 不管是做什么职业的 两条选择 做个好男人 帮她走出来 做个对自己负责的男人 逃跑 自己拯救自己 珍惜眼前人 你得改 你们自己看吧 好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以后会改掉 我身上的一些小毛病 而且把你对我的爱 转嫁到我对你的身上 让你也成为幸福的人 我会改 我来这主要是想 叫咱俩以后 就是都改一些吧 然后我也不会 就是像之前那么抱上你了 然后猫也别在咱家 那么重要了 就是说差不多就行 别太过分了 得嘞 四个词嘛 包容不等于纵容 爱绝不等于溺爱 你们自己想清楚 年轻人啊 多美好的未来 等着你们呢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请回 来吧 看看这对年轻人 自己怎么选择吧 请开门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这对年轻人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以后咱俩越来越好吧 然后你也改一下你的小毛病 好 然后我来这儿 我就是想说 以后我可能不会 像之前那么样 就是说 什么都让着你 但是说该让着也会让着 都改一些吧 好 我以后会改掉 我身上的一些小毛病 对你好一点 包容你一点 爱护你一点 好吗 好 请亮灯 谢谢两位请